给佳佳呢就做了一个青菜 炒了个青菜只放了点盐跟那个生抽 小老娘子一点油都没有 然后喝一点小米粥 做了一大颗小米粥 佳佳坚持啊 加油啊 加油了 给你打扣了 来打扣给佳佳阿姨加油 明天就是这样加油 明天就可以吃嘎嘎了 给你亲手一下 对明天给你亲手一下 我们几个呢就吃盖浆饭吧 稍微简单一点啊 嗯 免得做的好吃太多了 这会儿佳佳也吵了 加油 再坚持一下啊 吃完饭休息半个小时 再吃药好吧 嗯 绝对都得这一顿 现在已经吃完饭半个小时了 佳佳要开始吃的一个药了 11号药 几粒啊 11粒吧 看下 14个 8个 12 诶 怎么这么多 12 14个 我原来说15个 14个 你多少吃吧 反正 嗯 这个药就是到了第八天的时候就吃这个药了 这个称为11号药 然后七天吃一次 七天吃一次嘛 对不对 嗯 第八天的时候吃一次 八天吃一次 前七天吃了都没任何反应 这是第八天的药 11号药 对这个药跟那个平常一天三次那个药是不一样的 不一样的 那个是平常吃那个是几号药 那个不分号 反正就是粉末 我们给他盖上了酱档嘛 就这个药 就这个药 它的那个 药性 比较大 嗯 所以今天 佳佳吃了 可能会有一些反应 具体有没有 咱也不知道啊 对 等会吃完了时候 观察一下看看 佳佳 对 垂一下 那说有回没有 没事 三秒钟捡起来 不脏 不过已经超了三秒了 这九月都吃这一下都多了 嗯 万万也不出来 这个吃了就是 把身体里边毒素 都拉出去排出去 要么吐出去 吐痰 把身体里边痰都吐出去 突然之后 你的全身很轻松 脑子很清醒 加油 佳佳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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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佳佳特别的坚强 对 好嘞 吃完了 休息一下 吃完之后 大概40分钟 到一个小时之后 有反应 是吗 嗯 这别人告诉我的 因为别人抽我 那我要再等个40分钟 看一下 加油 佳佳 加油 我们要见证奇迹的时候 来到了 加油 加油 好 加油 玩吧 玩手机 玩一会儿 刷手机 等下40分钟之后 我们看看佳佳 有什么反应 玩吧 玩手机吧 刷手机 咱家热水器也坏了 没热水 到时候佳佳 又吐又拉个打枕 赶紧还问一下 那个客服 问一下你肉里去到底咋整 我刚才已经打电话了 24小时有师傅过联系 联系也不能上门 咱家是门关的 你拉肚子吗 你拉肚子吗 佳佳 好快啊 他拉肚子去了 反应这么快 嗯 那现在十几分钟啊 嗯 二十分钟 二十分钟 二十分钟就拉肚子了 十八分钟就有反应了 还走去了 下厕所去 拉肚子 问了 我问他拉肚子 不太事了 反应真的挺快的 症状啊 那太多点 身体的肚子全排出去 没事啊 快赶紧啊 老妈 把身体的肚子全排出去啊 肚子有点想吐 你都趴那 那洗手台 然后水涂掉就行了啊 大家的肚子难受吗 痛不痛 不疼 不疼 就是想拉 就是肚子 肚子像喇丝是吧 嗯 可以 太多点啊 加油 加油 肚子不疼是吧 有没有想吐 想感觉 没有 没有 我还想拉肚子是吧 嗯 好 加油 才十几分钟了 才二十分钟 这个在 这一项都在拉着 拉死了 哈哈哈 把你身心的肚子 这肚子全都开下去 开下你都好了 轻松 轻身 特别 加油了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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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脉皮 快好了 好臭了 嘿嘿 球球也要骨骚 你看你看 加油 球球也要骨骚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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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球球要天气了 你看 哈哈哈 球球要给你加油的 球球也要加油 球球也要加油 哈哈哈 我们刚刚接到通知 说我们解封了 今天第七天就解封了 太开心了 现在我们要出去呢 要做一下核酸 因为我们 呃 在家风控的时候呢 是有人到小区里来做核酸 现在解封之后呢 我们要自己去做核酸 走去做核酸去 哎 在家家看着走得有劲啊 在家家看着走得有劲啊 在家家看着灵活了 灵活了 轻松了是不是 轻松了是吧 舒服不家家 舒服不 嗯 感觉比以前灵活了 对 以前我在牵着手 现在不用牵了 对 自己都可以走了 嗯 那你还牵着他 放手 哈哈 哈哈 不用牵手 也走得好了 是不是 对吧 家家 嗯 哈哈哈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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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抬队抬队 你远一点 什么人给我 只要你那么近 一米距离 往后退 我这么近你两个都够了 要啊 哈哈 小可乐 你像那个 大白姐姐给你刷牙一样的 我去找什么号 去吧 啊 你怎么不啊呀今天 我喊出来 你喊出来 拿个盆子喊不出来了 到家家了 家里近点 家里 大家伸到嘴巴 啊啊啊 哈哈哈 家家 戴着鼻子鼻子的 不要戴着口罩赶紧走 哈哈哈 走吧 再哭涨 走喽 合战坐好喽 咱也解封喽 开心 开心 把他捞出来 把他捞出来 现在我们解封了 然后我们家的电热水期坏了 然后正好找了一个修家电的 等会上门来修一下 还好 我们这运气还不错 正好今天解封了 我还担心 晚上我们没有水洗澡了呢 哈哈 累不累 来 他说了来 快点 我来站在这里 闲着平时好的 不加热 能修吗 不是想办 行 那个想办 看修了 咋修一下 你现在没有配件对吧 低了吗 现在没有 好 那你修吧 我低了 往下跪 是 是 换个零件 修一修 修 这450块钱 修还要450块钱 你这也太夸张了吧 你又没有换零件 450块钱 不换零件 那行 给你换零件 这个热水期了多少钱 老大 没你倒点没你 你这修顶个50 100块钱 完全不换零件 我换一个 我在网上查 换一个这玩意 就是上门服务 也就是百八块钱不 上门服务费 上门外就50 是不是我换零件 顶多100块钱 一起150 你也不是要450吧 啊 没有 你450才贵 这热水期才几百块钱 才八百块钱不到 那我换个新的不换了吗 那你就换个新的 真的 你这玩意 你这又没换零件 要450 这太夸张了 真的嘞 你在换450了 我的房子还是租的 我都给我房东说了 他换新的得了 我本来是不想 不想跟他说的 我来的时候 他是买了新的 才几百块钱 对啊 你就不想 这这刀厂家 换一个 或者买一个 这乐器也好年了 也就是两年多了 不到三年了 两年不值得 怎么两年不值得 这2019年 我们才办 才装修的 你几个这两年多了 是不是 他再几百多了 一千多块钱 对啊 你一千 你就是一千多了 这个这个东西 就几百块钱 一千万也都不到 你要房东的房租给你 他会给你弄几千万钱 是不 这是不修了呗 啊 这是不修了呗 那你咋修 我出不起钱 你咋修啊 行 那就给你够了 你最少那多少钱 你都拦都拦了 你是不是 出来的家的家 嗯 出来的家的家 三百块钱 三百 行不行不行 我就给你扣上 你就这样吧 你就一般五十块钱 我可以出了几千 搞不了 搞得了不 搞不了 给你 那你这也太夸张了 我天哪 那我给你扣上 这样东西 修好四百五 那么贵啊 修不修 最少三百 这么贵 我的天哪都换个新的了 我说我修不修 他就给我矿了 这给三百啊 嗯 价福费吗 不知道 价福费了 三百太夸张了 这玩意儿 这玩意儿 你咋也不懂啊 这玩意儿 我感觉真的都快买个新的了 对啊 这也没 我给你换一个 明天你去给装了你的 啊 要换成明天给装了一个 今天能装 今天还不能换一会儿吧 他没有批件 他说给我修一下 要三百块钱 修一下能修好吗 他想个办法能修好 不用换零件 换零件多少钱 换零件我不知道 没说 他没有零件 没有批件 光修都要三百啊 嗯 就是不修要五十是吧 对 那你们还挺赚钱的 这不修 那一喊个价 一上门 你不修 你喊个价格一千 不修个五十 我还得收 我又不是在一口价 就给你订在那 三百也得贵了 三百我觉得 两百块钱弄一下吧 哎 这谁弄 我这吃点饭 这大疫情 你还能 两百 两百块钱 不是 我们这任务 本身没那么贵 再说我们租了房子 我出了钱 我也出不起 你可以给房东说 房东不管的 你用坏的 你再自己修的 因为他给我弄的时候是好的 我们碰了很多房子 你看这个东西 只会越越好 不如越好的 对啊 人还有一天一天老的时候呢 他也不过年轻的时候吗 他真的不讲理 有的时候你叫你爸 修啊 修啊 告诉你多少钱 就报了 我们碰了很多 我们房东不报了 上次我们修了什么玩意 他都不报了 你再提前 你给他说啊 东西只会越营越快 不会越营越好的 对吧 哪有那个东西 没有吧 但是你这个价格要的也太贵了 真的太贵了 你这也没修 是五十块钱 我觉得也花不来 要不是跟你说啊 电话你跟你说 算不费 抱着抱着抱着 把个人弄上 给他把刃翻刃 便宜嘛 便宜嘛 你便宜两百块 应该不修下吧 那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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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们就是自己那价 买也不准 哎 瞅瞅我做理哦 刚刚修热水器的那个师傅 说那个热水器坏了 要四百五十块钱是吧 是的 太贵了 四百五十块钱 而且还不用换零件 就是说修一下就可以了 然后刚刚跟他软磨硬泡 最终还价还到两百块钱 如果说我不让他修的话 他要上门服务费要五十块钱 所以跟他讨价还价 说了好久 然后最终两百块钱 他给我修了一下 他稍微修下就好了 很快 一分钟不大就修好了 对 一分钟不大就修好了 可能打个线活 接受不了 我本来还以为说要换零件 要四百多块钱 那么贵什么的 我本来就不打算修了 但是我们确实要用 然后也不用换零件 他是可以修的 他说要四百多 然后哇太贵了 我觉得 这么说就是说 人还得要有点技术活 看到没有 小手动一动 两百块钱到手 挺好的 我们今天晚上还好 有水用了 不错不错 修好了 杰杰你刚刚又上车磨了 今天上了几次车磨了 五六次了 五六次了 中午一点半吃完了药 因为杰杰他早上起床 不要晚 十一点多才起床 所以吃完中饭之后 我给他吃了十一号药 这一定要饭后吃 要不然对胃有刺激 所以吃完中饭之后 才让他吃药 一点半吃完药了 一点半到现在 快八点半了 七个小时拉了五六次 拉完之后 感觉轻松一点吧 轻松一点是吧 有没有想吐的感觉 没有 没有想吐 肚子疼吗 肚子也不疼 挺好的 本来我们俩紧张的要是说 他要上肚下泻 多难受多难受 挺好的 就拉了五六次 然后肚子也不疼 可能晚上还会拉 那没关系 他不难受 他拉完身体很轻松 对挺好的 对 看来这个药还是有点效果的 对 加油 大家还得继续吃 昨天和今天都没有吃油的东西了 不能吃油 明天就可以吃了 明天可以吃了 今天拉一个晚上 明天就可以吃了 今天晚上吃点馒头 喝点多 吃饱了吗 吃两个大馒头 肯定吃饱了 我再开始给他装 第二个礼拜的药了 因为这个 一次可以装一百个 上次我们是自己手工装的 就是买了这个板子 这上面全是胶囊 下面全是胶囊 对对对 然后上面把药都已经铺平了 怎么在底下你看 这样子 嗯 装的量是跟我们手工装是一样的 对 我已经装好了 早上的已经装好了 哦 这里装的挺好的 这样更快一点 也不会一个个的麻烦 对 这很快 然后再把上面这个帽 往上面一盖一扣 就是可以了 对 这是下个礼拜的药了 对下个礼拜的 已经吃了一个礼拜的了 是的 继续加油 加油 一定会好啊 加油了 加油了 今天不错 加油 加油 好嘞 啊 今天这个视频 今天大家分享得到啦 拜拜 拜拜